你的笑 石原李美的笑 你的生气 石原李美的生气 你的哭 石原李美的哭 哈喽大家好 我是三无学姐 我们今天来聊一聊表情管理 说到这个表情管理呢 就不得不提这一号 神级表情管理人物 石原李美了 曾经被媒体誉为 永远撞不到她 丑陋的表情瞬间 这强大的 无丑顺表情管理技能啊 足以碾压任何一位 比她漂亮数倍的女明星 看起来特别嘴的表情啊 都是精心设计过的 不得不说 山可绷尽可裂 还可忽视可烂 石原李美表情不会乱 最重要的是啊 石原李美不仅没有 像其他女明星啊 通过小心翼翼 来避免一些不美观的表情出现 相反她的表情还是非常非常多 非常非常丰富的 甚至幅度也有一些夸张 那么有这么多小表情的她 是如何保持脸部不疯了呢 怎么笑的治愈 怎么撒娇的软萌 怎么生气还能保持美丽 看完这期视频 你们就明白了 为了做好这一期内容啊 我真的是把石原李美的笑容 真的是反复看反复看 上看下看 左看右看 看到最后我 完完全全都笑不出来了 这可能是我做的最后一期 关于石原李美的内容了 小板子们赶紧排好 排排坐 三连线安排起来 首先呢 不论石原李美是笑 是生气 是撒娇 还是委屈 不管她真实性情是怎么样的 她表现出来的这个 表情的情绪设定 是相当的足的 那什么是情绪设定呢 我们先以这个笑容的程度来举例 微笑是这样的 表情程度百分之三十 大笑是这样的 表情程度百分之五十 大大大笑是这样的 表情程度是百分之七十 之所以感染力不一样 是因为这个触及的 表情管理程度不一样 从而透露出来的一个情绪感觉 也是不一样的 我们默认 微笑就只是上扬一个嘴角 那大笑呢 是露齿 那大大大笑呢 是各种笑的很开 加上各种很夸张的小表情 那为了满足 轻度微笑里面 一个更饱满的情绪设定呢 我们可以把大大大笑里面的 一个小表情 移植到大笑里面 这样子的话 虽然你看大笑这个表情 也不是特别的夸张 但是它里面会有一个 更加丰富的一个情绪展露了 诗愿呢 它就是把大大大笑里面的皱眉 都指到了一个正常笑容里面 你看它的笑容都是皱闭 感染力就会特别的强 在素兰节目里 也有看过这位小姐姐 用过这个皱闭的微笑办法 所以情绪设定上呢 会更加的丰富和饱满 也更加具有感染力了 那么这个小方法 有一个好处 就是可以四两波前进 用小表情传递大情绪 那么除此之外呢 诗愿灵美的笑容表情管理里面 也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种规律 一用卧蚕解除笑眼 二笑加皱眉 三笑加其他动作 比如说歪头压 总肩和其他肢体动作 我们来一一分析 想要笑的好看 想要笑的具有感染力呢 一定一定要有卧蚕 我们可以看一下诗愿灵美笑的时候呢 你会明显感觉到 它这一块 就是卧蚕这一块 是非常非常用力的 它是非常用力的 先把卧蚕给挤出来 就是这一部分很用力 在眼睛下面和苹果肌上面 那很多女明星微笑的时候呢 也会有标准式的卧蚕发力 那当你笑容发力不正确的时候呢 你可能就是这样 这样笑 然后就是力不是在这里 力是在这一块 你的眼纹的话就会挤出来 那正常的卧蚕发力的话 是力是直发在这一块 而不需要挤压到这一块 卧蚕呢并不是某一块肌肉 因为下眼前眼轮杂肌比较肥厚 笑的时候一用力呢 就会在眼下形成卧蚕 所以想锻炼卧蚕的话 得把眼轮杂肌给训练出来 像我用手放在眼睛下面 就可以明显感觉到 用下眼睛眼轮杂肌发力的感觉 但我今天没有画任何的卧蚕 我是天上没有任何卧蚕的人 现在笑一下也能成功解除一点卧蚕了 那训练的办法呢也就很简单 把手放在眼睛下面 感受一下这一块肌肉在抽动发力的感觉 这一块肌肉能发力之后呢 等你笑起来的时候呢 可以稍微蜜一下眼睛 卧蚕就自然挤出来了 我们来讲实验力美笑容管理里面的第二点 就是笑加皱鼻 皱鼻的话是用力点是这个 笑的话会不笑 发情绪设定 再给大家来看一下 就可以抽其中的小表情 再移植到你的正常的笑容里面 一笑的同时拉一下下巴 给下巴牙齿这里露出一点空气 会有一种笑到合不拢嘴的感觉 二笑加总监 当然不用笑的这么夸张啦 只需要稍微的给本身的笑容 点缀一点小表情 增加一点情绪感 就会让你的笑容更加具有感染力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实验力美 它非常娇俏的一个 妖精级的发娇小表情 也是一个非常饱满的情绪设定 那么我们正常人撒娇是这个样子的 那实验撒娇是这个样子的 实验的视频看多了 你会发现其实还是有参考性的 它有一个比较固定的 程序模式的设定 就是低头缩下巴加眼睛往上抬 实验在撒娇的时候 换用的一招就是两只眼睛先往上抬 然后再收下巴 下巴一般是微低的连往里收30度 然后缓缓的把眼眸抬起来 微微向上看对方 一般会配合眉头上抬 讲起来热巴之前有一个片段是比较典型的一个表情管理 大家可以看一下 注意的话是微微把眼神抬起来就够了 如果说眼神抬得太猛的话 那和这个翻白眼有什么区别呢 如果这个时候你不方便低头缩下巴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眉头这里稍微抬高一点 这样子的话 这个眉眼部分呢 这一块部分也会自然的往上抬 这个时候再配上一丝魅鼓和娇嗔的小表情 就显得撒娇味十足 很难抗拒 下面才是重点 你以为十元李美她被媒体称为是无丑顺 只是因为她笑的好看 或者是撒娇的好看吗 不 人家是生气也好看 你生气的时候是这样子的 那么十元身体是这个样子的 看懂区别了吗小妹子 我们生气的时候呢 是整个脸就是挤在一起 就是这样子 比较扭曲的 然后这一块呢 是非常非常集中的 那其实十元李美她生气的时候 她的这个情绪表达只是体现在她的这个眉头上 并没有说整张脸都是非常非常扭曲的 那眉头的话其实是我们一个非常生气的一个情绪体现所在 其实脸部的其他地方并非要那么扭曲才可以展现那么生气的一个情绪 只要把眉头的情绪体现好 整个生气的情绪呢也会完全的体现出来 对了这里我要诚信一下 并不是教大家如果真正生气的时候呢 怎么样做一个表情管理 那个时候已经火冒三丈了 谁还管你什么表情管理啊 我们这里要求的是如果点着生气 其实我们内心没有那么生气的时候呢 怎么样让对方觉得你在生气 又让对方觉得你是哄得好的那种生气 嘴嘴和皱眉头是必备的 看这个时候呢 你的面中部就不要皱起来了 与其说生气了 更像是在发掉的致体语言的基础上 展现出一个不开心的情绪 记住生气的时候呢 面中部不要皱 指抬眉头 再生气就可以拉下嘴 但是不要皱鼻 不要皱鼻 不要皱鼻 只需要皱眉头 生气的情绪就异于眼表 不需要垮着脸 也不需要五官扭曲 就可以让她成功红你 所以在十元生气的表情管理中呢 我们可以总结为以下几个技巧 一嘴巴微掘嘟嘴 既可以把她身体 还能传达出你是可爱的 可以掘嘴 但是不要掘得太用力 太用力会显得整个口伦杂鸡 都是用力过猛的 二的话不要撇嘴 这是一般人生气都会用的常用嘴型 当你撇嘴的时候 你的五官重心也会随之变化 三的话不要把整个嘴巴睹高 这样子表现出来的情绪 是让人很不舒服的那种厌恶感 第四的话 眉头可以微皱 但是不能表现出来 你真的非常非常生气 要出过天际的那种生气了 第五种不要撑大鼻孔排气 会出现耳康鼻孔 那本期的实验零零表情管理视频 就到此结束了 终于结束了 终于结束了 真的是 我做这个视频的时候 做这个功课 功课真的是做了好多好多功课 看那个表情啊 就是反反复复复来看 你们这个视频一定要给我三连 谢谢谢谢 你们的每一个三连 都是我接着跟上去的动力 如果你们有其他想看的话 可以在评论中或者是弹幕中 会三远 非常感兴趣